今年的玫瑰花车大游行之中 除了美国的当地乐宜队之外 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高中乐宜队 除了代表Li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的全学区乐宜队之外 我们也采访了来自日本名古屋的Tohol高中乐宜队 让大家可以在玫瑰花车游行之前对这些乐宜队有基本上的了解 祈遇台湾,Venture to the Majestic Taiwan 中国南方航空,李家乡的航空公司 由全国第二大的洛杉矶联合学区所创办的BTB Beyond the Bell学程 每年帮助超过4500位对音乐有兴趣的学生 透过与专业的音乐家学习和合作 令他们能够对音乐有更高一层的理解 即将第44次参加玫瑰花车大游行的全学区乐宜队 就是由这个学程所创造出来的成功结果 汤尼怀特也表示,整个乐队的精神是在于培养学生突破自己的 能够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启发 令人非常开心 这是我的第三季节 参加玫瑰的参加玫瑰,但我还是很为难的 我开始一周年当做这期的初期 每天天都是一艱难的 但还是比较过前后的一周 所以我一直有更高的观看 每年年都会更好 然后我会一切更高的 我永遠都會 所以這會令我更加努力 我跟隊伍和團隊的聯繫 若 Mr. White想要我唱一首歌 我會把團隊交給它 所以團隊不會混亂 一旦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讓團隊興奮 全學區樂儀隊 是由很多人共同努力之下 所創造出來的頂尖樂隊 除了學生的父母非常積極參加之外 還有無數工作人員的幫忙 而工作人員當中 亦有很多人曾經是樂儀隊的成員之一 今年再次受邀參加玫瑰花車大遊行的拖豪高中 是受到日本環保樂隊組織Green Band的邀請 來到Pasadena參加今次的遊行 來自名古屋 是1923年創辦的拖豪高中 至今年已經有92年的歷史 而在創校當初就已經組成的拖豪高中樂儀隊 和學校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 亦曾經多次參加全日本樂儀隊比賽 並且成績輝煌 在當地因為良好的傳統形象 以及在社區活動中非常活躍的拖豪高中 除了樂儀隊非常出名之外 在其他領域亦有出色的表現 包括他們的體育非常出名 雖然拖豪高中是從交響樂團開始發職 但是他們樂儀隊的表現卻十分兩眼 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的粉絲 去年也曾經在日本一個全國星電視節目上 估授要顯出 但是針對禮貌以及良好的態度 也有著很高的要求 拖豪高中樂儀隊的成員大部分以女生為主 但是努力學習的程度 絕對不會輸給其他以男生為主的高中樂儀隊 他們平時不單止每天都會保持長久的練習時間 在節假日的時候 甚至會安排正式排練 以保持整個樂儀隊的演出水準 除了參加今次新年玫瑰花車大遊行之外 拖豪高中樂儀隊也將會在1月3日的時候 參加一個慈善晚會 並且會將演出所募集到的所有收入 全數捐給聖班立丁落槍擊案的受害者家屬 以表達他們的慰問之情 天下衛視記者院文無錯分報導 奇遇台灣 Venture to the majestic Taiwan 中國南方航空 李家鄉的航空公司 全需要購買免稅商品嗎 有利亞妳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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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妳好朋友我多可以 有利亞妳可以嗎 有利亞妳可以嗎 有利亞的小指揮 飞翔从此大不同